血尿的常见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杜岳峰 闲交通大学第一副主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说到血尿啊 这是临床上病人特别害怕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在临床上工作 那个十几年的这个情况下 发现了 病人对血尿尤其敏感 如果一看到尿里面有血 特别害怕 有些女性来讲的话 在这个临床上来讲的话 尤其在门阵上来讲的话 尿病尿急 你跟她说要吃点药 她可能大不足的情况下 我不想吃 忍一忍就行了 但是一旦出去血尿就很害怕 其实我们把女性的血尿 好的时候叫什么 叫新婚中活症 因为大多数女性的出现血尿 往往提示你的急性的膀胱炎 为什么这个样子 就是以前那个女性 当结婚了以后 通过性生活以后 就会产生逆性的感染 造成急性的膀胱炎 膀胱炎的话出现尿瓶 尿疼的几个情况 这是一点说明的提示 那个血尿 大多数是感染的因素引起的 那么男性也有一根血尿 也能够通过感染的因素引起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炎症的因素 那么第二点因素是省伤的因素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膀胱里面 或者尿道里面有个省伤 那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第三个来讲的话 还有一些肿瘤的因素 膀胱里面如果长到肿瘤的 这个情况下来的话 会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 那么第四个来讲 我们要看先天性的这个畸形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肾狼肿 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这个情况 那么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我们叫胡家陶中活症 就是有些那个小孩来讲的话 它会出现了 那个老式尿里面有血 那么一查原因是什么 肾静脉跟那个什么下腔静脉之间 那个什么这个家教出现了问题 这个样子那个通过B超和CT 可以那个做到那个良好的这个诊断 那么现在呢 通过胡家陶中活症的这个治疗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腐浆镜的这个方式 或者通过那个就是这个改道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 血管改道的方式都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 节食的因素 有些人得了节食以后 啊 腾痛的要死 尿里面出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处理好节食 就能够明显地缓解血尿的这些症状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的肾脏 输尿管出现了疾病 那么第二方面来讲 我们要看 还有一些前身性的疾病 如果你是个出血性的这个疾病 你这个血尿板不行 或者凝血系统不行 那么你又会出现血尿 有些人来讲的话 长期是RCP0 那么也又会出现血尿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有些那个什么 心血管疾病啊 内分泌疾病啊 也能够引起血尿 最后一点 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来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血尿 还要看它是真还是假 有的时候分不清真假 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血尿的时候 一出现血尿 就就是啊 害怕的要死 那么我们首先在那个要看 有的时候你 大家在生活里面 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吃了火龙果 你吃了以后 尿里面有血 那看起来红红的 你是血尿 即使那个不要紧 那个你知道这个食物的 那个情况下 出现血尿 不打紧 有的时候 你可能吃了一些药物 例如那个有些药物 那个排出来的 就是那个红色的 例如那个我们那个 抗结合的药 利副瓶之类以后 尿里面出现血 也不打紧 所以说那个来讲的话 是血尿 我们第一个到 那个医院里去了以后 就要分辨 它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 看它是来自于局部 还是来自全身的 其他的疾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